63. 證券時報 美聯儲加息山與肉萊大宗商品價格舉起手來 2015年7月22日綜合A04吳嘉明證券時報記者吳嘉明原油、黃金、棉花、糖類等一系列大宗商品價格都再下跌 顯示出在美聯儲準備近十年來的首次加息之際 圍繞大宗商品投資的避險情緒正越來越高漲 國際油價已低位徘徊近一年的時間 如今黃金也加入了撒跌的大軍 週一下週時段早盤 在沒有任何突發消息的情況下 現貨黃金出現閃崩 一倒跌穿每盎司1100美元 除了黃金 美國州制期貨交易所數據顯示 10月交過的粗塘主力合約價格一倒跌至11.35美分 創下自2009年1月14日以來最低 在美股市場上 大宗商品生產商領地 美國最大黃金生產商 成為當天標普500指數中表現最差的 這個股 百分之12.2的跌幅為期六年多內的最大單日跌幅 已在昨日 彭博商品指數盤中再度小幅下跌 創下近13年以來的新低 比2008年金融危機和2012年歐債危機時環要低 可以說 大宗商品市今年表現最差的資產類別 彭博商品指數已經累計下跌超過7% 花期分析CRCash Dosh預計 再截至7月14日的一週中 投資者從與投資商品指數相關的市場中設置23億美元 至6月30日以來累計設置額度高達28億美元 有投資者認為 大宗商品價格集體動盪是美聯儲加息的語言 美國合作行財富管理公司高級投資賊勒斯羅伯赫歐斯表示 貴金屬市場出現了一些投降式拋售 正是因為投資者認為美聯儲將在9月加息 美聯儲何時加息已經成為全球市場關注的焦點 此前,美聯儲加息一直在演繹龍來了的故事 美聯儲主席耶倫此前強調,美國經濟面臨的逆風正在消退 與其美聯儲今年年內會加息 儘管還有人懷疑美聯儲年內加息的可能性 但美聯儲長門人吸出如此明確的時間區間 年內加息應該是大概率事件 儘管此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建議 以美聯儲將界,息的時機推遲至2016年 但目前經濟學家和市場人士已形成較為穩定的加息預期 普遍預計美聯儲最早將於今年9月起堅行邊邊策以來的首次加息 美聯儲將於下週召開貨幣政策例會,預計會後將釋放更為明確的加息信號 不過,投降Jeffries經濟學家旭特依舊認為,美聯儲會在2015年開始加息 但不認為9月份就具備充分條件 對於大中商品投資者來說,美聯儲加息腳步越來越近的確讓人感到周深 從對要素市場影響來看,現階段到美聯儲加息虛指落地之前 美元指數可能再次攀升 以石油、黃金等大中商品價格將繼續探底 不過,有投資者預計,黃金價格趨著美聯儲加息越來越明朗 而徹底完成探底任務 一旦美聯儲加息落地,黃金價格可能足底反彈 再次並且選擇